来我们看这个第四题的题目 第四题的这一题呢 它其实有比较快的做法 比较快的做法呢 就是我在这边我看到5跟10 5跟10的LCM是什么呢 5 10 15 20 然后5的倍数是 这个10的倍数是10 20 这样继续下去 然后他们第一个一样的号码是什么 他们第一个号码一样的是10 所以他们的LCM呢 其实就是10 最小公倍数是10 所以我要把它分母 这边变成10 然后在这边 我把这一个变成假分数 OK 在这一边这一题呢 它其实有几种不同的做法 所以我要在这一边 用另一个方式来做 就是说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这个乘2乘2 它就会变成十分之8 OK 再加什么 会是等于这个乘加利液 乘呢再来加14 4加11 10分之11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分母是10 然后8跟11 8加几等于11 来我们这一边呢 我们遇到那种比较难的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8加3等于11 所以我很明显知道它是3哦 或者是我要找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就是11减8啊 这样然后我拿到是3啊 所以这一个呢 我知道它的答案是10分之3 OK 所以它答案是10分之3 然后在这一边我们知道 我的这个孔格我要拿到的时候 我是把这个扳过去加 扳过去变成减 所以我把这个加扳过去变成减 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它其实就会变成 呃 等于1又10分之1 减 5分之4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我就乘了再加 然后这个乘2 所以它就会变成 10分之11减 10分之8 然后我这一边呢 它这一个呢 就会变成了 10分之11减8 然后它就会变成 10分之3 所以它答案会变成 10分之3 这样 OK 所以这一题它有两种做法 这一种做法 呃 给我我自己习惯做这样的做法 因为这个我已经有 中学的思路 OK 然后如果是小学的思路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一种 这样4的方法 开aner 然后这8加3比11 这样的一种方法 可是当我的那个题目 变得很复杂 有分数啊 有小数啊 很奇怪的号码的时候啊 你在这样试的话 你可能会试 号码很大的时候啊 你试就会试得很麻烦呢 所以呃 我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在简单的题目 做起来比较难 可是呢 到了真正的那种 呃 比较难的题目的时候 你这样做法容易 OK 好 就是这样 我可以试试的